最近房地产调控政策出台得非常紧密 作为时不时提起的夜湖 如今在高层眼里 已经成了要随时警惕的潜在风险 而且长远来看 即使允许房价再猛涨一波 如今形势之下 恐怕也很难撑起下一个阶段的发展 但是地方政府在分税之下是多钱少的现状 还是没有改变 在三年一任的考评逻辑下 地方主政官员更愿意选择 见效快来钱多的土地财政 而相比独山县的人造奇观 房子最起码能住人 还是有实用价值的 但现在房地产不让折腾 财政收入愈发吃紧 地方政府就被逼着另寻出路 2019年 上海正式开建特斯拉超级工厂 直接引发粘鱼效应 导致新能源汽车行业大气排 遍捕猎币驱逐良币的局面 才慢慢得以扭转 此外 高调的上海之外 还有低调的合肥 早在2007年 合肥就承诺拿出80%的财政收入 补贴金东方 开建第六代 业金面板生产线 在多年亏损中 持续坚持 才有了现在的 千亿规模的 显示产业集群 从上海和合肥的例子里 很多地方政府 看明白了一个道理 路不止一条 在土地财政之外 地方发展 还有很多想象空间 最近他们发现的路 就是航天产业 2020年4月20日 国家发改委 有关负责人表示 新型基础设施 主要包括信息基础设施 融合基础设施 创新基础设施三大类 而信息基础设施 就是以5G 物联网 卫星互联网 为代表 这是中央提出 加快推进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来 卫星互联网 首次被明确列入 新基建的范围 这意味着 发展航天产业 上升为国家战略 其实 中国航天工业 已经有63年的历史 我们来回顾一下 1956年2月 钱学森提出 建立中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 得到中央认可 同年4月 中国航空工业委员会 正式成立 1957年10月 苏联造出世界上 第一颗人造卫星 1958年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 毛泽东提出 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1970年4月 经过4年左右的研发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 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 此后 中国在遥感 通信 科学实验等各个领域的卫星 相继发射成功 不同运载能力的 火箭研发工作 也连年取得突破 中国航天工业 特别是卫星发射能力 逐渐在世界上获得认可 随之而来的 就是商业化能力 从1990年开始 中国航天部门 陆续接到来自国外政府 军队和企业的发射订单 其中包括美国一新计划的 数颗通信卫星 然而 由于技术的 复杂性和保密性 中国航天产业 长期以来由国资背景的机构 和企业主导 并没有对民营资本 过多开放 这个现象 一直持续到 2014年 2014年11月 中国国务院 首个 支持商业航天发展的政策出台 意见中 明确鼓励民间资本 进入卫星研制 发射 运营等整个产业链 而政策的大门打开后 社会资本 纷纷涌入 根据 未来宇航研究院的统计 2015年 至2019年 国内商业航天领域 至少发生投融资事件 161起 相关投资机构 达到218家 在这其中 上游细分领域卫星制造 成为资本最热衷的赛道 在这一领域 共发生52笔投资 卫星应用与卫星发射领域 投资事件分别为 51次 36次 最少的则为卫星运营领域 共发生22笔投资 多方助推下 中国的民营航天公司 蹒跚起步 登上舞台 有些地方政府觉得 这是个产业升级的机会 新赛道开跑 纷纷下场尝试 2020年 7月16日 南通京开区 和银河航天合作 宣布共同建设 卫星超级工厂 宣称该工厂将拥有 日产一颗卫星的能力 南通这个江北小城 一时之间成为了 民营航天技术的网红 然而 在南通的高调之下 嘉欣也表示有话说 2019年末 嘉欣港区 和蓝舰合作 在嘉欣港区 航空航天产业园内 新建蓝舰舰舰中心 总投资 达到了100亿元 除了蓝舰 嘉欣在港区 还有三个百亿级别的招商项目 这些项目将构成嘉欣 融入长三角发展的资本 而作为老工业基地的吉林 当然也不甘落后 中科院和吉林省政府 合伙组建了 长光卫星公司 这看起来比前面的网红 就靠谱多了 公司主营产品 吉林一号 系列高分卫星 已经有16颗 载轨商业运营 主要业务 是提供高新图像 但这其实还只是小意思 真正的大头是 长光卫星 航天信息产业园 总投资54亿元 目前一期工程 已经完成 吉林有中科院助力 长沙也毫不示弱 早在2016年 天一研究院 落户长沙高新区 首轮融资数千万 其中高新区 就出了530万 天一也被视为 高新区的先进装备制造业的 代表选手 当然 目前天一的发射数量 无法和长光相比 天一计划在 2020年后 形成年产100颗的量产能力 究竟 能否达到预期数量 暂且不说 但是这个态度 就比日产一颗 看起来务实一点 当然 真正厉害的 还要看北京 2019年 商业航天30强中 北京京开区 就占了7家 包括蓝舰 星级荣耀 星际探索 九州云舰 灵动飞天 星河动力 和宇航推进 这些商业航天企业 基本聚集在一个街区 这个街区 还被人们调侃为 火箭街区 至于 北京为什么这么强 关键在于 新开区附近的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挖人也好 合作也罢 都是进水楼台 并且在 北京市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中 有这么一句 探索财政支持 发射保险补贴政策 这似乎把一部分真实想法 也说了出来 而在中国放卫星的竞赛里 可以说是无奇不有 2019年9月17日 国新宇航和南京玄武区 红山街道 共同组建了 南京卫星产业技术研究院 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研究院建成之后 将立足于太空产业 以卫星关键共性技术研发 与卫星应用为核心 加强卫星地面基础设施建设 形成空天地 一体化未来信息网络 建设卫星数据中心 国新宇航的主打产品是 AI卫星 长期目标是要形成 人工智能星座 所以 只要有想象力 接到半夜可以上天 当然 这只是调侃 其背后肯定有 上级政府 高校和企业 在支持的 各地政府 有政策的给政策 有资本的做投资 心情交惯了大半天 总会有些产出 火星探索 也许做不到 但拉动下太空经济 还是可以的 而太空经济这个词 是由武汉市先提出的 2016年 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 正式获批 武汉市拉上了 航天科工和华夏幸福 以基建的 三批模式开发 华夏幸福 主要负责拿地 发展太空经济 两者具体分工是 航天科工负责航天 华夏幸福负责接纳 航天产业上下游的企业入驻 据说 这叫做发展商业航天产业基地 不过目前看来 武汉的这个太空经济 主要是在地球表面开展业务 中国地域辽阔 中东部能搞航天 西部一样也可以 2019年5月10日 林克航天 把火箭回收着陆场 设在了青海城茫牙市冷湖镇 这是西北 著名的航天小镇 远离人烟 当然是有好处的 这样不用担心火箭 砸到花花草草 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 地方政府 火箭卫星的 新商业航天模式 其热闹程度 比当年的新能源汽车 有过之而无不及 只能让人感叹 如今新人胜就人 当然 项目要落地 不管是火箭制造 还是回收基地 总得先拿地 然后才能规划建设 吸引上下游企业入驻 如果参考 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路径 初期入局的政府和企业 大部分都是要被淘汰掉的 甚至大部分车企的目的 就是在烧掉补贴后 溜之大吉 投资 本就是十不存一的惊险游戏 只要有个厉害的活下来 也许就能带动全局 从这个意义上讲 投资火箭卫星制造 总比一门心思想着卖房子 来得好一些 但是 万一这场游戏里的大部分玩家 根本就没想真的要搞好一个产业 而是打算换个姿势 继续编织 用地生财的故事呢 只能希望 这个新花样 不要像新能源汽车一样 最终变成了一场闹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